参考消息往11月2日报道,法媒称,中国和东盟国家举行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海上联合搜救演练,这表明南海紧张局势有所缓和。 据法新社11月1日报道,10月31日开始的演练模拟了一艘中国籍客轮与一艘柬埔寨及货船在南海某海域相撞的情形。 据中国媒体报道,此次共有20艘船艇、3架飞机以及大约1000人参加演练。 参与国家有中国、泰国、菲律宾、柬埔寨、面殿、老抓、汉文来、越南没有参与。 不久前,中国和新加坡国防部长在菲律宾举行的东盟防长扩大会上进行了会面。 报道称,争议有时会演变成冲突,因为各国的船只会因为渔场和资源开采问题而争吵。 不过最近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有所缓和。 去年一个仲裁庭针对菲律宾的申诉判定中国对南海的主权主张不合法。 但现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却不愿利用这一判决,反而缓和了前任的政策用以换取中国大笔的贸易和投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